有美国汉天卫视 美国中国文化中心 美中人民友好协会 国际商务促进中心 共同主办 国际才艺协会 美国重信天一集团 星际文化 中美投资博览会 河南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协办的 2019第二届中美青少年 国际文化艺术节 8月10日 在新落成的汉天卫视演播厅 正式拉开帷幕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的代表 著名乔领陶青 洛杉矶郡郡长 Kathryn Barger的代表孙文铁 加州政府代表J.Antoni Vito 好莱坞知名娱乐律师Jazz Winner 森盖布市市议员廖清禾 蒙特里公园市前市长刘达强 等多位政要出席的开幕式 并为本届艺术节颁发了合状 汉天卫视组织这个活动 是给我们的中外小朋友提供一个平台 让他们有机会在这里互相交流 不仅文化交流 还有才艺交流 这样对他们的生长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 希望这样的活动 我们电台坚持下去 能够越搬越好 美国汉天传媒产业集团总裁李济 汉天卫视游运总监 本次活动总策划总指挥格淼 本次活动特别赞助商 美国重信天翼集团CEO郭朝音 著名爱国侨领张素九 中华海外智库主席陈军 人民日报海外网 美国荣媒体中心总经理王立军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集团 国际交流部主任徐宁 总经理王超 知名律师方孝伟 周正访谈主持人周正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 基金会常务主席曹灵 美国东北总商会会长陆霞 美国联合总商会会长孙英丽 等社团侨领和知名人士参加了开幕典礼 祝贺第二届中美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 这样的一个社会在中美文化经济交流当中 是举足轻重的 我们要传承中华文化在海外 特别是青少年 这个是有历史意义的 祝愿这个活动能够圆满成功 非常感谢李总 何总以及他团队 为这次活动所付出的努力和辛苦 我也很期待看到孩子们明天精彩的表演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 它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 更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真敬友谊的机会 我们会全力支持这样的活动 为期三天的中美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 经过层层筛选 共还选出20多个节目 他们来自河南 北京 浙江 山东 等中国大陆优秀的小朋友们 还有来自宝岛台湾 以及美国各地的青少年表演者 带来的合唱 歌舞 京剧 还有契乐 模特秀 等精彩分成的节目 开幕式上巨型展示墙 《百米红毯秀》 以及《年轻艺术表演者》 线上的精彩节目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中美青少年国际文化艺术节活动 小朋友们以小小艺术家 和中美友爱使者的身份 现身于艺术节的舞台 传播中美两国的文化和友谊 这次非凡的经历 让他们获得了一次 意义非凡的体验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